杰孟詠孟詠麗 謝謝大家 那個我最早接到這個資訊 我以為是職訊局 然後後來聽到是國際志工 然後今天早上我聽點講 我才發現各位好像都是數位機會中心 是嗎 對啦 都是數位機會中心 好 那個我是最早一批做數位機會中心的講師 和中志老師 在90幾年的時候 我們在花蓮就開始有數位機會中心了 那我就是第一批的那個講師 然後所以各位跟我也會很熟悉 然後我們在數位中心 大概就是教小孩跟老人跟社區的民眾 那所以那個學員的range很大 非常的大 所以你對應到各個學員 你大概就要有不同的教學的方式 教學的模式 那以今天的 今天是被鎖定在microbit的這個方向 那他主要是希望我來談國中小的城市教育 然後跟開放硬體的部分 那所以我會比較針對這個方向 但是我還是會整個大方向的概念跟各位同學做說明 因為其實今天這個主題 十分鐘各位就會了 等一下操作的時候真的不騙你 十分鐘你就會了 所以我們其他會有很多部分 我會跟各位講一些趨勢的部分 好 那所以今天的部分 我先請各位做一些動作 因為本人是有售後服務的 所以這個是我的網站 這是我的網站 那我網站裡面的文章 大部分是放Arduino的部分 大部分是放Arduino的部分 所以如果各位以後要就是搜尋進一步的訊息 就可以在這個網站上面 裡面有很多教學的課程 然後這邊右手邊這邊 這邊也有一些那個跟創客有關的 所有的不管是軟體程式或者是硬體的一些相關的資源 或者是我們平常在教育界在開的一些研習 如果我有記得錄影的話 上面就會有線上教學 所以有時候不一定你要等到開研習 直接去裡面翻 裡面就有一些教學可以參考 那其實這裡面就是蠻多 你看了大概就跟著影片學習就對了 然後再下來一點 這邊更多 這邊跟這一條 這一條應該是各位未來 如果你要走創客這一方面的話 這一條整條全部都是創客的相關資源 不管你要學Squatch 學Microbit 學3D劣力 學雷射切割 或者是各種機械結構 或者跟設計有關係的 都在這裡 所以你今天給我兩節課的時間 我給你全世界 都在這邊找就好了 不用再到外面Google半天 好 那這是我的網站 然後另外 因為Google我們通常學一個東西 以我來講我以前在學校在國小 我本來是在國小的老師 那因為那個100年我就開始在學校教Arduino跟Squatch 那那個時候還沒有創客那個名詞 然後我是全國最早 在大班 國小的大班 直接實施創客的教育 那所以 今天應該算蠻豐富的 好 那所以 如果各位 未來需要Squatch服務的話 請找一下我的名字 網路上就找 直接Google 然後看到我的Facebook就可以加入了 然後這一個是我自己的社群 我的資訊融入 教學跟行政醫化 那所以最早我是在幫 幫學校幫老師 就是把一些資訊的東西 可以融入在教學 也或可以應用在行政上面的東西 我在做推廣 然後幫老師盡量在這方面 能夠更有效率 然後就把事情做得更好 節省更多的時間 那所以 因為這樣的原因 我就是去年就被借掉到教育處 然後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 我做 就幫忙做那個 推廣老師的資訊 就是提到他們的資訊能力就對了 讓他應用在各方面 第二個就是創客教育 第二個就是做創客教育 那所以東部現在 都是我在handle 都是我在handle 那我們東部跟西部 有很大明顯的不同是 我們東部因為比較窮 比較花蓮資源非常的缺乏 所以我們都是走開圓路線 就是我們的層次都是用 像石櫃曲 巴拉克這類 免費的開圓的 然後我們的硬體呢 也都是用開圓的 Arduino 或者是像Membrobit 那種 我們都是會參考 我們東部不買套件 就是不會去買那個什麼 Mbuck 樂高 那種很自高 那種很貴的積木套件 然後單一功能的那一種 那一種會限制 我個人覺得 這沒有廠商 這個錄影不會放到外面去看 我個人覺得那些套件 它就是針對某一個功能去做學習的 那這種東西在國中小來講 會限制小朋友那個思考 所以我還是喜歡練基本功 然後從基本功上面去做創意的發想 那所以各位這個部分就是我 我經常把這些相關資訊PO在這裡的地方 那另外請各位 如果你真的以後要走創客路線 這個社團一定要加 剛剛那個是我私人的 那個還沒關係 但這個是全國 全國玩創客的 從國小老師到大學教授 從那個藩夫種族到學術專業 通通裡面都在裡面 國外的也有 國外的也有 所以任何你的創客的問題 程式的問題 學習的問題 買設備的問題 你只要Google不到 就丟在裡面就好了 一堆神人幫你解答 你可以交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得到很多很好的資源 那你要辦活動 我要辦一個3DDA的活動 可是我沒有設備 問題丟上去 有人就會聯繫 就會建議設備 所以這個地方 請各位就是有空加一下 這個最重要 今天我的課都不重要 這個最重要 沒有直背話 我當然很重要 不然幹嘛簽我 所以這幾個網站 請各位稍微加一下 那我今天會先 我們當然 Michael Beat 會先讓各位先學會 那學會之後 我們有一些事情要提醒各位 那重要的我先說 我的資料不用抄 我跟各位講一下在哪裡 剛剛忘記跟各位講 我的網站 右手邊 這邊有一個研習分享 點擊分享 點進去 裡面就是我平常辦研習 分享檔案 分享軟體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 有一個創課教育 創課教育點進來 然後教材點進來 請你看一下 有一個今天日期 1061028這一個 這一個請你把它直接下載回來做 這是今天的教材內容 我的簡報還有那張新制度 好 那所以各位可以不用抄 我都放這邊 所以資訊子帶了 不用抄走 在哪裡 在哪裡 在我的網站 我的網站 右上角有一個研習分享 然後創課教育裡面的教材 然後今天的日期 教育部國際速攻基礎訓練 可以趕緊把它下載回去就好 那上面的東西 反正Google24小時都通 就隨便什麼時候下載都可以 好 所以等一下各位就注意上課 就不用再抄教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今天是Michael Big 我告訴各位 Michael Big是最近才開始紅的 八月 那以前這個從去年 Michael Big的英國就開始推出 每個小朋友一人一片 在學程式 那為什麼台灣從八月份開始紅 因為台灣其實比較早接觸的 一般的國華國中 有一個叫張俊奇老師 他是最早在教育界 最早去摸這一塊板子的人 那但是呢 因為他都這個長期 深歸不出啦 就不 不踏出去了 那一直到有一天那個 資社會 找我們來 找我們花蓮縣辦了研習之後 那我接觸到Michael Big 那我就發現他一定會紅 那為什麼別人發現不算數 我發現算數 因為我在社群裡面講話 是非常有分量的 每家號稱 我在SCA社群裡面號稱是東部 分多組 每家事情出去不要這樣講 反正就是東部聯絡人就是我就對了 那我們會看一些事情來分辨說 這個東西到底有沒有它的存在價值 那目前我跟各位說明 以目前這個時機來講 兩個東西在國中小是可以推的 而且非常好推 第一個還是Arduino 還是Arduino Arduino 但是Arduino你不要配C喔 配C的話 國中小會消耗不了 所以Arduino一定是配Squitch 配Squitch 那你如果已經學過Squitch的 你要再上去可以配Blockley Blockley 然後再來就是Michael Big 那這兩個到底好在哪裡 就是它的差異在哪裡 跟各位分析一下 Arduino它是比較多元的 比較開放的 所以你要加什麼感測器要自己加 所以對我來講Arduino比較有Maker的感覺 有那個Feel 因為你要動手做 那Michael Big對我來講 它就是一個小電腦的延伸 就是電腦我們平常寫層次都在電腦裡面 那現在只是把它延伸到外面的一個小小的板子 但是它也可以像Arduino一樣加感測器 所以還是可以啦 那對一些老師來講 對現場的老師來講 如果他很怕他要教程式 但是他又很怕電子電路的東西 各位在座會害怕電子電路的群眾 請放下 那Michael Big可能就是會是你們優先的選項 因為他在基礎的學習裡面 他不需要去外加感測器或零件基礎的學習裡面 但如果進階還是要 明天你們就會遇到 明天張俊傑老師就是專門搞很深的東西 所以你今天打好基礎明天就不會害怕 那再來就是 這兩個Arduino的程式語言 他都可以使用 不管Squatch、Broccoli或直接C都可以 那所以你可以按照學生的需求 去挑選你要的程式語言 那Michael Big也有 那他也是有圖像化的介面 然後JavaSpeak的那個基礎語言 然後他也可以寫直接文字型的 等一下就可以看得到 但是我們以他最簡單的 以Squatch來比那個Michael Big的那個JavaScript的程式 基礎語言的介面來講 一個語法 Michael Big比較像JavaScript 就是那個比較深入的語法 可是Squatch的語法很直覺 所以對一個初學程式的人來講 其實學Michael Big的JavaScript的語法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理解 沒有那麼容易理解 所以如果他是一個國小學生 我個人還是建議你學從Squatch開始 那好吧 那如果我今天要用Michael Big怎麼辦 不用擔心 有一個人叫蔡佳文 蔡佳文教授呢 桃園的 他已經在幫Michael Big寫Squatch的基目了 他已經寫的差不多了 可能這一兩個月就會釋出來 所以以後你就可以用Squatch來通知Michael Big 這樣了解嗎 如果萬一真的這個好了之後 不管你要選Arduino 不管你要選Michael Big的 都用Squatch進去是最棒的 這是我個人的感想 到目前為止 我剛剛講的東西都是在某個時空底下 最適合的選擇而已 我沒有強調你說你一定要選哪一個 一定要選哪一個 最近因為那個Michael Big的 我們八月份我把這個東西 就是丟在我們社群裡面 我說這個東西跟Arduino的拼在國中小之後 那個Michael Big的馬上就 哇 開始就串 開始串 各大媒體 還不是媒體 各大老師爭相討論 那所以後來就突然在十月份 九月份 就有一個叫邁克勒 Peter 那個社群就有一個李老師 政大的李教授 他就出來 他就跟他講話比較尖銳一點 他意思就是說Michael Big是國小最好的選擇 他就說Arduino Squish都是 這個出去不要講 但是我們就是比較希望說 國中小其實是多元發展的 因為你去現場教學也是根據你老師 你老師不會就真的沒辦法教對不對 所以你會什麼你就教什麼 盡量能夠多元 我們是希望多元是好事 但是在你贊同A的過程中 你不要去過分的把BM排除 個人有個人的想法 也許對我來講 我覺得小朋友很喜歡JavaScript 我小朋友可以接受 那他就可以接受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某些時空下最適合自己的 就是那個你就選那個就對了 那當然如果將來說 你有看到新的東西更適合 那你是可以改的 那程式跟創客 是時代必然的趨勢 以前你要做一個東西能夠動 能夠寫程式進去控制它 除非你學過C學過組合語言 搭轉以後對不對 然後你還學過電子電路 東西可以動 那你才有辦法把這個東西整合起來 做出一個會動的東西 那個是在我們那個年代 但是自從Squish 98年引進台灣之後 Squish喔 那個積木中文的 滑鼠會拉 欸國小小朋友就可以 就可以寫程式了耶 然後再加上Arduino的引進 欸剛好Squish又可以控制 那時候叫S4A 那這兩個一通在一起 火花就不得了 馬上爆炸 從此以後國小學生可以發明會動的東西 國小就可以做得到 所以這個是時代的產物 所以你們已經走到這個階段了 好 那我們其實不管在 這個太 這個我就很快講一下 各位我們在平常在 不管你在做怎麼樣的教學 這些大概要知道 學習階段論就是說 每個年紀有四 他的心理的成熟度不一樣 那你要依據那個心理的成熟度去安排課程 假設你今天教的是國小 那你就要用國小的語言 你就要用國小的教材 你就要選國小的教學方式 而且這個要老師要有能力隨時調整 我今天如果你們都是老人 我就要用老人的教學方式 這你要有本事隨時調整 然後學習的方式 學習那個記憶理論跟學習理論 這個你們有空再去看一下 我想這個理論的部分 我直接從我的簡報來看 各位我們創科教育 是現代教育的舊系 因為我們強調動手做 那所以做創科教育其實就是 製造者多元智慧跟多感官的學習 然後我們其實OECD 就是那個世界什麼經濟合作組織 全世界的教改都按照它的標準去改 它的需求去改 所以就是我們直接看終極目標 然後做我們教育的改變會比較快 那創科教育是源自於建造主義 不是建構主義喔 是建造主義 那重點就是說 我們透過做一個東西的過程中 學到需要的知識 學到需要的方法 那在這裡面呢 資訊科技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其實對我來講喔 你說那個純木工做一張桌子 那個算不算創客 以前那個算木工嘛 算工藝嘛 那現在呢 你們發現這個叫創客 很多人把它叫創客 包括你去做麵包 現在也把它叫創客 你折個紙飛機 現在也把它叫創客 其實不是這樣 你不要忘記喔 資訊設備扮演重要角色喔 所以你在做那個東西的過程中 如果有透過資訊設備的幫忙 資訊科技的幫忙 才叫真的創客 這個是我個人覺得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你今天如果做那張桌子 你設計的過程 你有透過電腦繪圖 就是有科技的東西的輔助 或者是說你做這個桌子 它是有感設計的 它會根據主人的不同需求 做怎麼樣的形式的轉換 那這就是創客 那當然這創客的定義 大家都講的不一樣 那最近很紅的幾個字 這科剛的要求 設計思考 設計思考我們是全部喔 在那個深科領域我們 運算思維不是全部啦 運算思維是在資訊科學領域強調的重點 我們深科領域的話會強調設計思考 這個創客的幾個重點 這是設計思考的幾個重點 這些關鍵字各位就有聽過就好 回去有需要再查 然後Steam教育 那剛剛講 學習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高層次的思考 就是它學一個東西 如果你都是在理解跟記憶的話 考完試它就沒有了 就忘記了 但是如果你都 你透過那個製作的過程中 他會去分析這個材料跟那個材料的不同 然後他決定選用哪一個材料 他去做這樣的高層次的思考的話 東西才會是自己的 然後你在教學的過程中 各位像現在聽講的 等一下下課你就忘了一半 如果是有操作的 有操作的 有練習的 有教別人的 學習保留效果會最佳 所以我們講創科教育是現在教育的救星 為什麼 因為他要實作 因為他要跟人家討論 因為他做出來之後要分享 各位 做過的東西我們把它叫做經驗 對不對 那經驗會不會隨著年紀的增長而遺忘 不會喔 你今天會騎腳踏車的 你到50歲了 你還是會騎腳踏車 即使你中間沒騎過 對不對 可是如果是知識咧 知識要透過不斷的複習 才能夠從短期記憶進入到長期記憶 對不對 你今天如果不複習 三個月以後 考完試後就不去了 那個叫知識 但是你動手做的東西叫做經驗 所以為什麼說創科是現在教育的救星 所以不管 即使你不是那個創科類的課程 你上以後如果去上國語科數學課 你就要想辦法把它變成操作性的 把它變成可以跟人家分享討論的 那你的課就會很棒 我國小數學很好 為什麼數學很好 因為我們的導師 在那個比如說上分數課程的時候 他不是在黑板獎金 他帶了一大袋的柳丁還有水果刀 每一組就發了 我們的分數是在切柳丁的過程中學習的 你知道嗎 一邊切柳丁聞到柳丁的味道 吃到柳丁的甜 然後一邊動手切柳丁 這是多感官 你身體的各個感官都在學習 鼻子聞到氣味 嘴巴吃到柳丁 動手去切柳丁 然後順便學到那些知識 這些東西都會加強你那個知識 在腦袋裡面的連結 這個跟腦神經科技有關係 那所以各位有空 這些理論稍微中和一下 那所以理論部分我就講到這邊 廢話講太多 這個等一下再來講 其實各位 我們不管 我們不管學什麼東西 這幾個最重要 各位 我以前曾經在電腦課 一開始 不管我那個課要上什麼 或者是演習 我先教這幾個 這幾個講完之後 我後面簡單 等一下我就是這幾個講完之後 後面簡單帶你們 Michael Peter怎麼使用 他的流程 跑過一遍 剩下的知識就會了 回去就會學了 因為我這半演習 我兩個小時我能講多少 講不了多少 講不了多少 那如果你是被動的學習者 你回去就糟糕了 我就學到那些而已 但是如果你是主動的學習者 只要這幾個技能你OK 回去無限量的發展 好 第一呢你要搜尋 Google會搜尋關鍵字 所以你在上課的過程中 你要知道哪些是關鍵字 知道就好 你要知道Michael Peter是關鍵字 對不對 好 然後你要會Google翻譯 因為你在查詢各種網頁的時候 很多原文的 那Google翻譯 你要知道在哪裡中文 就不用怕對不對 然後那個如果你是手機 有這個東西 圖片 他都可以翻中文 翻中文 只要對著那個英文字 直接翻中文 好 然後社群 因為這個是被動翻譯 所以你要知道怎麼找 你才能夠找得到資料 那當你不知道怎麼找的時候怎麼辦 欸問社群 S4A 求人聖 問社群就好了 其實第一次問你可能什麼都不知道 你自己都還沒有去Google 沒有先認真的搜尋一下 然後你就把問題丟到社群 可能會被人家罵一下 說你自己都不先Google一下 我們這邊是販賣機 所以 對可能會被罵一下 但是我跟你講 罵的可能只有一個兩個 但是其他十幾二十個 都會提供你很好的方向 然後再來就是資訊的主動訂閱 你今天對Microbit很有興趣 你想以後我就要靠Microbit為聲的話 拜託你 主動訂閱資訊 這個是一個手機的App 這好像也有 你就訂Microbit相關的資訊 然後以後只要打開那個App 所有Microbit最新的資訊 人家的什麼東西通通進來了 你就不用再每天去Google 可是你可以隨時獲得最新的資訊 這四個最重要喔 那個再看起來像在睡覺的人 我的課等一下都不重要 你只要記得今天的重要的關鍵是Microbit 然後這個四個你會 前途不可限量 好 那我們就直接進到今天的教學 好各位Microbit很簡單 來一人一片齁 不是要送給各位等一下記得黃色 好 他是一個小開發板 以前我們玩Arduino的時候 你要先把韌體燒到板子上 可是光燒韌體那個動作 你要開IDE你要把那個程式都進去 然後把它傳到板子上 光這三個動作 就有一堆人覺得很可怕 可是Microbit完全不用 在場各位沒有用過隨身碟的舉手 都有用過隨身碟對不對 那恭喜你 Microbit的你已經會了 等一下我們再直接來操作一下 好 來各位手上拿到那個Microbit 戴子不要丟 等一下都要裝回去 然後他的手機 他那個排線就是手機線 就是Micro USB的手機線 好 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Microbit 到底有什麼功能 這個是他的官方網站 你只要打Microbit 就可以搜尋到官方網站 只要進了官方網站 就可以開始寫程式 如果你寫好程式 你沒有板子沒關係 各位今天 因為等一下會煩我對不對 你回去沒有板子對不對 沒有關係 網頁上直接模擬 沒有板子也能學 了解嗎 那你真的 真的這個想要花個五六百去買一片的時候 買回家 就直接可以用 好 那 這是他的官方網站 所以各位可以直接找得到 那他右邊你可以看到 這邊 我們去到任何官方網站 第一個要找的是什麼 看到英文 看到英文 點下來就有中文 好 所以呢 你就開一下可控瀏覽器 然後打開一下Microbit 好 可以直接操作 好 直接進到第一個就是官方網站 好 好 那我剛剛講第一件事 英文 點一下 改成中文 好 雖然他是簡體中文 但是沒有關係 看無就好啊 好 等一下程式的操作介面 裡面也是直接改中文 所以各位不用怕 完全不用怕 所以第一個門檻幫我們解決了 第一個語言的門檻幫我們解決了 第二個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硬體 這片板子上面有什麼東西 他是一個 剛剛講的是一個小型的微電腦開發板 然後他上面有一些感測器 已經在上面了 所以你不用再去另外買感測器 在基礎的學習裡面 不需要再另外外購感測器 那有什麼東西在上面呢 第一個 他這裡有一個LED的矩陣 5乘5的 所以換句話說 你可以做一些簡單的顯示 點燈亮燈不亮燈 或者是簡單的動畫 簡單的字幕 簡單的動畫 簡單的字幕 各位有一個很重要的技能 各位要知道 我們在學開放硬體的時候 你的腦袋不要被那個零件限制住 不要被它限制住 你要發揮想像 比如說LED如果只有一顆 它能做什麼 我們先講它的功用 LED的只有一顆的話 我們可以點亮它對不對 我們可以關掉它嗎 還有呢 一直閃 閃爍 還有呢 可以擋那個螺絲 那個是後續的發想 好 除了剛剛講 點可以開可以關可以閃爍之外 那個它可不可以有不同亮度 可以啊 可以有不同亮度對不對 好 那根據這幾個特性 你剛剛有人說可以做模式密碼 還有沒有什麼想法 警示燈或指示燈對不對 你先開門亮綠燈 鎖門變紅燈之類的 還有沒有 各位我們玩這個東西 想像力是最重要喔 硬體跟軟體一點都不難 完全都不難 你知道嗎 我們國小小朋友第一次接觸 就三個小時就可以做出一個東西來 而且他可以完全瞭解 還可以自己改 所以一點都不難 所以那個基礎不重要 想像力才是重要 各位那顆療癒還可以幹嘛 還可以幹嘛 檢測有沒有通電 檢測有沒有通電 還有呢 有嗎 各位已經被社會制約太多了 腦袋已經開始困難了 來 那一顆想不出來了嗎 那很多科目可以幹嘛 可以顯示字幕 還有呢 裝飾 你今天如果縫在帽子上 縫在包包上 縫在衣服上 它可以做一些顯示的功用 還有呢 可以做動畫 像這個就可以做動畫 它是矩正型的 可以點亮哪裡 你不點亮哪裡 然後好幾個頁面切換 就可以做動畫 還有呢 很好 熱度 你看 LED不是只有光的表現 有熱度喔 它是有熱度的喔 所以熱度就可以衍生一些應用 對不對 還有嗎 你們都不是我那個年代喔 沒有看過李麥克 霹靂有小 如果把它弄成一排 阿 裝在車子前面 阿 霹靂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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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霹靂燈阿 可以當廣告招牌的那個阿 廣告燈阿 對不對 還有 所以單一個元件 單一個零件 或者單一個感測器 其實它的用途不是只有公司出來宣稱的那個用途 這個各位一定要把你的線紙給打開 這個是最重要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它除了這個LED燈之外有兩個按鈕 兩個按鈕 然後呢這邊會有一些接腳 這個接腳是可以外接的 你可以接到一般的鱷魚夾線 然後或者是用手去觸摸 或者是接到感測器 或者是接到馬達零件等等 這個是明天那個老師會講的 好 擴充的部分 擴充的部分 好 那除此之外呢 背面 各位它有2.4G的天線 所以它可以做廣播 廣播喔 就是我們這個教室裡面 沒有障礙的範圍裡面60公尺 它可以做資料的傳遞 資料的傳遞 就比如說我現在手上一片 我如果等一下按一個按鈕 然後你們的全錄都會顯示是1號這樣 它可以做廣播 大家互動這樣 所以然後再來 這邊有這些什麼NRF 它這個螺盤啊 加速度計 所以它可以分辨東西南北 而且它可以分辨你有沒有加速 有沒有加速 這些是屬於類似手機上面的一些感測器 手機上面有的這種感測器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它會有那些 哪些可以設計的專案 好 那所以這個是它上面的內建的一些常用的感測器 然後它可以外接電源 那也就是說這個板子 你如果程式寫好都進去之後 只要 不用接電 只要電源接上去它就可以獨立運作 對不對 那所以啊 那你可以 可以做一個什麼 顯示 顯示的那個字幕機對不對 就可以隨身攜帶啊 對不對 然後或者呢 等一下我出一個題目給你們 把它縫在帽子上 縫在後腦袋 那你騎腳踏車的時候呢 因為它有那個陀螺椅嘛 所以呢 你如果要右轉 你就把頭撇右邊 欸感測器接收到訊號 那你就LED顯示嘛 就顯示放右邊 這樣懂嗎 就是一個穿戴式裝置 那個腳踏車行車方向指示器 好 那所以你要發揮一些想像 那這些Atenol也都辦得到 所以其實都可以混用 好 所以這是一些套陸液的用法 然後或者它還可以 還可以感測到就是面向下 或面向上 或者左邊比較高 右邊比較高 或者光線有多少 這是它內進的一些感測器 好 那這是外接的腳位 那你如果將來要做擴充的時候 明天會講到 你就要知道它的外接腳位 到很容易 可以做輸入 可以做輸出 那這邊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說 因為這個東西出來 在台灣跟對岸沒有很久 才剛剛開始起來而已 所以它的擴充的介面 擴充的東西沒有很多 所以你要去買到它專用的感測器 現在很難買 現在非常難買 幾乎好像只有一家有在開發 那一家在對岸 然後擴充版呢 最近國內已經做好了 國內反而跑得比對岸還快 有一家等一下會跟各位講哪一家 所以如果你要玩外接的話 可以直接找它 好 然後再來 我們來看一下它開發工具 好來各位回到 來回到我們的網頁 你要開始寫程式從哪裡寫 讓我們開始編程吧 就是let's code 點進來之後 好這邊就會開始跟你介紹 如果你要用積木式的 就用這一個 那如果你要文字式的 這裡有另外一個python 所以它也可以寫python 好 所以你們這邊應該都是 欸你們這邊學過python的舉手 學過javascript的舉手 學過其他程式的舉手 好請放下 完全沒學過程式的舉手 很好 請放下 好來各位完全不用擔心 等一下 它可以適應你每一個人的需求 好 那麼所以 我們要用這個 這個來寫程式的時候 來各位 就在它的右手邊 讓我們開始編程吧 點進來 點進來就會直接進到 它的寫程式的畫面 好 不用安裝任何軟體 所以意思就是說 只要有瀏覽器有網路 不管你是賣金卡有錢人 或是一般的PC 或是你是用EDGO 用Linux 用Ubuntu 通通可以使用 只要有瀏覽器 看了解嗎 平板也可以用 不過最好不要讓小朋友 直接用平板做編程 因為姿態小 不好操作 眼睛不好 長期以來不好 好 幾乎都是英文 對不對 先幹嘛 中文 對嘛 先找中文 這個齒輪 齒輪點下來 這邊會有一個語言 然後心裡設台灣中文 它就會全部變中文喔 幾乎都變中文喔 很安 這不就分好嗎 好 所以基本上 只要看了懂中文 我們國小幾年幾以上看了懂中文 一年級就會了 一年級就看得懂中文 然後前十週這樣bobomofa 那其實不用會bobomofa都可以 只要他閱讀量夠 他看得懂這些字就可以了 好這裡面呢 來各位看一下喔 這裡面有兩個很重要的東西 第一個叫基木 第二個叫JavaSquid 所以如果你想要直接寫文字的 你就切過來這裡 切過來JavaSquid 他就可以讓你直接改成寫文字了 你就直接打JavaSquid的名字 隨時可切 隨時可以交換 所以你寫到一半你想換基木 就點為基木 所以兩種都可以使用 兩種都可以使用 好 那這是寫的過程中 另外一種情況就是 當你基木會了 你自己想進階到文字的部分 所以我們也是用這種方式在做學習 也是用這種方式做切換直接做學習 好 所以這是他的界面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左邊那一塊 那一塊就是模擬器 就是模擬器喔 所以換句話說我今天如果要點一個燈 他上面就直接看得到 好來各位我們就來點一個燈喔 好那這裡面呢 有兩個很重要的基木 來各位這兩個重要的基木 通常跟Arduino一樣 Arduino他有一個開始的基木 跟一個重複循環對不對 這邊也是一樣 他一定會有一個當開始的時候 我做什麼事 然後還有一個重複無限次 好 那這兩個什麼時候用 如果你一開始只要做一次的事情 就丟在當開始的時候 那如果你希望這個 開始完之後 他就一直重複的做那個Routine 一直在等待你輸入或等待你做什麼按鈕啊 那我們就通通寫再重複一次 所以那個當開始的時候 他會執行一次 然後後面就會一直都在這裡跑 都在這裡跑 就這樣子 就只要把基木塞進去就好 好來我們來做一個很簡單的輸入 在基本裡面 他這邊呢 有一些指示燈 留言燈的部分 你也可以用顯示文字或顯示數字 我們先來顯示一下文字 一開始我就顯示Hello 然後顯示完Hello之後 顯示完Hello之後 我就 我們直接來輸入一下 好沒關係 我們先來顯示完Hello之後 我們來做一個切換好了 我們就顯示圖示 這個圖示呢 裡面是放好的圖片 所以你放進來之後 你可以選 你要用哪一個圖 那這個是固定的 固定的 好比如說我就放一個星期 然後我再多做一個 多做一個其他圖案 用這一個 一樣用這一個 然後我換一個 換一個方形好了 好 所以一開始呢 有沒有看到 他這邊就開始執行了 對不對 他就開始模擬喔 所以一開始他就會顯示Hello 然後顯示完Hello之後 他就會開始重複的一直跑這個 心形方形 好嗎 不用開啟啦 練功不用花錢 來各位試一下有沒有問題 沒有喔 有問題應該說可能要去 重練一下小學一點錢 他可能是那個字看不懂 好 那各位因為他是網頁的對不對 所以你遇到的如果是 阿嬤 阿公 像我一樣老花 勢力不好 怎麼辦 網頁的怎麼樣 放大 Ctrl加 網頁的就直接用Ctrl加處理就好 好 好 那這樣子就可以寫層次了對不對 那可是現在是連著電腦 是在電腦上模擬喔 對不對 來各位把你的 把你的Microbit 那個線插上去 好 直接把它插上去然後插到電腦上 好 直接把它插上去然後插到電腦上 好 你插到電腦上去之後 然後來把你的資料夾打開 然後看一下你的本機電腦 有沒有發現多了一個隨身碟 這個隨身碟就叫做Microbit 對不對 如果你插上去沒看到 那就是你的隨身碟有問題 不然就是你的電腦那個USD洞的問題 或是那條線的問題 所以要除透很簡單 直接拿另外一套來試試看 就知道到底是誰的錯誤 好 那當他出現隨身碟之後 各位都用過隨身碟對不對 好 來 那程式在哪裡咧 程式現在是在網路上喔 怎麼樣弄下來 下載啊 點一下下載 他就會把這個檔案存下來對不對 好 存下來之後 他通常放在那個下載資料夾對不對 你只要把這個下載資料夾這個檔案 就是你下載回來的檔案直接 存到隨身碟 把它貼上 你就做完了 這個程式就在你的隨身碟裡面 然後當你存完之後 各位你的Microbit就會動了 就是真實的Microbit在執行 就不是模擬的喔 就會動了喔 Microbit就會動了 他的燈就會亮了 就會按照你剛剛的設定 就會亮了 好 這時候程式已經寫入到Microbit裡面喔 好 所以這時候有帶 那個行動電源 充電寶的人 拿出來拿出來 把你的Microbit變成拔起來 插上去 他不用連電腦 直接可以操作 所以你就可以帶在身上到處跑了 不用連電腦 因為程式已經寫入進去了 各位這個部分的動作 有沒有比Arduino簡單 有 所以為什麼他會是Arduino的很大的競爭對手 所以流程大概是這樣 各位那個寫程式到 存到板子上 可以離線執行的流程大概是這樣 那因為這種板子 包括Arduino它使用的電量都非常的微弱 所以如果你的那個行動電源 它有偵測電源它有微弱和自動關閉的話 你就要按開關按一下 讓它保持的樣子 好 各位 那這樣子我們就教完了 整個寫程式的流程 從你的程式怎麼寫 到怎麼樣把它丟到板子上 讓它可以離線運作 各位流程就這樣子而已 就跟使用隨身碟一樣簡單 好 所以 各位這樣流程簡單 你也不用 不用安裝那個Arduino IDE 然後也不用把韌體程式燒上去 對不對 那各位這裡有一半都寫過程式 你看那個界面大概就知道怎麼寫了 所以那個使用Microbit的流程就是這樣而已 我沒有騙你喔 真的十分鐘裡面就學會了 那至於這個 這個程式裡面怎麼寫 我想你應該就試一試就出來了 所以我不會在裡面有太多的琢磨 但是呢 我們來試一下那個輸入的地方 各位 這裡有一些輸入 剛剛講我們剛剛講裡面有一些感測器 那感測器要怎麼備用 當然就是在輸入的地方去找啊 好 你看一下喔 它這裡有這一個是按鈕 當A鍵被按下 我把它先拉出來一下 好 這個就是使用外部 使用它內鍵的感測器 那你可以 你要知道它有哪些內容 你可以點一下這個小三角形 你就會發現這一個是按鈕的功能 那它有 剛剛那邊有兩個按鈕 所以它的模式就是只有按下A或按下B 或者是兩個一起按 大家覺得嗎 所以如果你要試這一項的話 當A被按下的時候 那我就亮 我就讓它亮A好了 所以我就直接顯示文字A好了 這邊就把字串改成A 那同樣的 那我如果按下B 那我這裡就改成B 然後這邊打成B 然後如果我要按下A加B 我就再複製一個 然後這邊改成 注意一下喔 你看喔 當它有兩個一樣都是B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個被灰色 被disable掉 所以這個就不能執行 這樣了解喔 你要除錯的時候很容易找 所以你就把它改成A加B 好 那我這邊就是AB 好 所以喔 你看喔 我的層次一開始會執行和漏 然後執行和漏之後 就兩個星星會在那邊切換 那這時候如果你去按A按鈕 它就會出現A 如果你按B加鈕就會出現B 如果你按A加B 它會出現C 好 所以你就一樣把它下載回來 那如果不想下載怎麼辦 在螢幕上直接按各位 這邊已經有結果對不對 你就直接按A 有沒有 它就出現A了 你直接按B 它就出現B該出現的 然後你直接按C 按A加B這一個 它就會出現C 有沒有 就可以在這邊直接模擬 好 就不用每次都寫入 簡單的程式不用每次都寫進去模擬 可是這樣寫程式簡不簡單 超簡單啊 所以你現在要做的是什麼 你現在已經知道寫程式這麼簡單了 再來我們就是要測試它的能耐 到這邊有問題 好你已經知道寫程式這麼簡單了 好那你就要一個一個去測 好你看這個當搖動 就把它拿出來 來點一下小三角形 哇你就知道它內建的功能 內建的感測器 它可以測試你有沒有搖動 shake 或者它的logo 這個logo就是這個Michael Vinton 這個機器人logo logo比較高還是logo比較低 然後螢幕你的這一面 好這一面叫正面 正面是朝上還是正面朝下 它都可以分辨的出來 然後像你是左傾還是右傾 所以剛剛講那個如果放在後面騎腳踏車那個 那就是利用左傾右傾 這是其中一種方式 但是因為牽涉到靈敏度 你會發現如果你用這個功能來做 做剛剛那個專案不太好 因為頭沒有辦法一直保持正中間對不對 所以你可能等一下會要修改成角度的方式 在某個角度範圍它才啟動 好然後自由掉落 就是從上面那樣掉下來 還有3G 6G 9G就是加速度 所以它可以偵測 它的感測器可以偵測到這些狀況 所以來各位就可以開始想像 有這些功能我能做什麼 有這些功能我能做什麼 你們有分組嗎 有每一組有代號嗎 沒有特別 沒有特別 我應該一個一個叫你們上來 我叫號嗎 然後你們就講一個功能不能跟前面的人重複 如果我在學校我會這樣做 強迫他們產生想像力 或者我就加新制度打開 來各位 左傾右傾這個功能 給我想20個專案 你就強迫它產生各種 各種你就這時候就會去想到平常生活中 什麼時候會有那種左傾右傾要分辨的情況 或者什麼 比如說小朋友就常常會做那個 你知道我們在學校上課的時候 小朋友很喜歡做高腳椅的 他會把椅子往後撈 然後在那邊動來動去 晃來晃去 這個功能可不可以用一個做 你就可以偵測到他有沒有動椅子啊 有沒有不專心上課在那邊動椅子啊 所以你要發揮你的想像力啊 好 這是第一種強迫的方式 第二種強迫的方式 兩個功能結合 兩個以上的功能結合 好 各位 左傾右傾加上那個LOGO比較高厚比 比較低 兩個功能是你想專案 這是第二種想像的方式 第三種想像的方式是直接用反過來 反過來 各位 如果今天要做協助老人的東西 協助老人的東西 這些有哪些幫得上哪 那你的裝置又會是怎麼樣的一個裝置 所以你要想辦法出題去讓他們克服 現在教改最重要的就是要問題解決模式 但是他必須要 其實在這個問題解決模式之前 你必須要先有基礎能力嘛 那可是剛剛基礎能力 你們剛剛前面十分鐘就解決了啊 我就會了啊 對不對 沒有那麼困難啊 那你接下來就可以進到問題解決的模式 這時候老師就輕鬆了喔 不是我這樣一個一個教你喔 我是直接出題目給你 你做給我看 有問題我們溝通 這樣了解嗎 這個是比較後段比較OK 真正又可以學到問題解決能力的方式 所以不是要你一直教 今天教做管上 你明天教椅子車傾斜 後天教車子房座 不是這樣教 這個也可以啊 這個是用在我們一般半演習短期課程 比如說你今天數位機會中心 我是有分配你六個小時或三個小時 你要去教一批人一個專案 那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但是如果你是長期經營的話 你就要用剛剛那種方式 甚至我們就播一段 非洲難民很多天沒有吃飯的影片 都播種影片給他看 看了二十分鐘之後 他哭得死去活來 然後你跟他講 來同學 我們要做一個裝置來協助他們 那你這時候就要啟動設計思考模式 就要先界定你的問題 先定義你的問題 我到底要協助什麼 然後協助為了協助這個問題 我可以怎麼做 通通列出來 列出來之後呢 這這麼多可以協助的方式 哪一個我可以具體把它做出來一個 Prototype 可以做出一個原型出來 那我就真的去做 做完之後 我再來回頭檢視有沒有解決我的問題 然後跟人家分享 然後再做一些改進 那個就是設計思考的流程 那個才是最高端的部分 各位如果長期的教學 最好是後面要到達那種階段 到達那種階段 好 來各位 那我現在就來出題了 要出什麼題目呢 我通常都沒有預算 好 簡單一點 請各位 請各位 我們現在是國小 現在是老師 老師都特別注重學生的眼睛 眼睛要健康 那個讀書的環境 不能太燈光太昏暗 所以請你設計一個裝置 如果燈光太暗 就要LED要出現警示 類似Boring 我們燈光太暗 OK 燈光太暗就要出現警示 來請各位 開始 當燈光太暗的時候 LED就要出現警示 那警示文字是什麼 或圖案什麼 你自己設定 OK 來各位自己摸索一下 機目太簡單了 自己疊一下 很快就出來了 真的沒有學過程式的 一樣做得出來 我再講一次題目 當燈光太暗的時候 我們就要在LED上面顯示警示 所以D部通常我會測 測一下那個 它的光線是怎麼測的 然後數字的範圍 可能會從哪裡到哪裡 我會先去偵測一下 會先去用程式測試一下那個感測器 等你能掌握那個感測器的範圍 或者運作模式之後 再來寫你的要的題目 通常流程是這樣 所以即使你今天玩Mardino也一樣 你到外面去買一個感測器回來 那回來之後呢 你一定不知道怎麼用對不對 先簡單的測試一下 這個感測器進來之後 它的數字範圍會在哪裡 什麼情況會是什麼數字 先了解那個感測器 然後在了解之後才有辦法寫它的程式 這個流程是這樣子 那應該會有需要用到判斷對不對 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就在邏輯這裡面 好那個積木長相不一樣 你就會知道說 它可以放在哪裡 它哪裡不能放這樣 長相不一樣就放不進去 各位我直接交給你們 跟你自己摸的 是完全不一樣 你自己把它摸會 那個就是你以後自主學習的技能 你可以完全自學 如果什麼事都等老師教 以後就非常被動的學習就很可憐 這兩種人未來的出入是完全不同的 好 我改一下題目好了 因為那個積木的長相不一樣 好 那就這樣子好了 來 各位 就做我們剛剛 就做我們剛剛講的第一個案子 那個騎腳踏車 你要右轉頭就往右邊貼 你要左轉就頭往左邊貼 然後你往右邊貼的時候 畫面就出現 右轉的那個LED閃三下 閃三下好了 叮叮叮 那你頭往左邊貼的時候 就出現往左邊的LED閃三下 登登登 這樣比較簡單 好 來 改一下 改一下 三下是形容 沒有一定要照我的 你可以有自己的創意 但是達到基本功能 基本架構 我們在教小朋友寫程式的時候 就是你出的題目 要稍微有點伸縮的彈性 所以如果他的東西即使跟你不一樣 只要他的骨架達到你的要求 就是你要他學的那個功能 他是有抓到的 這樣是OK的 但是我們會更鼓勵他的創意 比如說他那個動畫顯示的跟你不一樣 但是更好玩 那你就要大大的鼓勵他 既然有同學問到我要講一下 那個Microbit他的電壓是3.3伏特 跟Arduino不一樣喔 Arduino是5伏特 所以如果你要共用Arduino的感測器 你那個感測器就必須要能提供3.3伏 或者是你另外處於電壓的部分 訊號一樣可以進去 但是你那個感測器如果需要5伏特 這裡就不夠用 你就要另外想辦法找5伏特的電 去提供感測器 但只是把訊號先拉進去那個感測器而已 這個是要提醒各位注意一下 那未來啦 未來一定會出很多他專用的感測器 這可以值得期待喔 還有如果說你在教學過程中 你發現有時候真的 那個你真的要去教學 你才會更厲害喔 因為有時候你在寫人事 你會發現小朋友寫得比你好 那你就可以學到那一招 順便就請他起來分享一下 所以我們為什麼寫程式 或者是教Arduino會那麼厲害 其實都是被學生教的 因為有時候很多問題你會沒想到 然後他會用他很直覺的方式去處理 你就會覺得 哇怎麼可以這樣弄不可思議 達到更好的功效這樣 所以教的越多你會越厲害 所以各位盡量去外面有機會的話 各位如果學那種Squatch啊 學那個Microbeat的話 就是喔 各位未來的10年以內 絕對不愁沒有工作 絕對不愁沒有工作喔 現在是很多補習班找不到老師 所以其實歡迎你們就是去補習班兼課 那很多補習班不知道這個東西 但是你知道我們每次公交在辦延期的時候 那些家長喔 學生的家長就會問 還問我說 不是啊你這個就有在教嗎 我平常要去學校老師都沒有教 或者是只有學校老師教 然後回去補習班都沒有 所以可見這個市場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你知道這種課 這種Coding的課 Microbeat或Arduino的課 在外面上一天 你知道學生要教多少嗎 好來各位暫停一下手邊的工作 我們繼續講一下 暫停一下手邊的工作 我知道你們已經很厲害了 你們現在程度已經超越我了 因為我剛完沒多久而已 我也是為了要教你們 我才稍微去亂一下而已 好來各位 學習的一個教學 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原理原則 那你在教初學者的時候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就是要讓他對這個動機感興趣 有好奇心 如果你一旦成功的引發他的動機 即使這個東西再怎麼困難 他都會想辦法去解決 所以這個引起動機是最重要的 那怎麼樣引起他喜歡的動機 有幾個條件 有幾個條件 什麼條件 東西要不要好玩有趣 一定要嘛 沒有好玩有趣誰理你啊 你是上社會課講的都 你如果不引起他的動機 他怎麼會有趣對不對 他覺得就睡覺啊 所以這個東西一定要有趣 那再來呢 進入的門檻要第一嘛 所以如果有門檻怎麼辦 你要想辦法砍掉啊 你要想辦法把那些門檻砍掉啊 假設我們今天上Ardeno Ardeno感受器買來 斷七八糟 有的那個 那個三條線他是寫 他是安排GES 有人是安排GESV 他線斷七八糟 然後你在教學的時候 學生常常容易會差錯對不對 怎麼辦 怎麼辦啊 你一定要有辦法處理這些問題 讓你的教學很順 然後東西變得很簡單 你才有辦法變成一個書本講師 你就把杜邦線拿來做管理嘛 他那個 他模組的線 不是有那個彩色的杜邦線嗎 對不對 如果我們今天是在上課 那杜邦線買來四十條 各位知道很像杜邦線嗎 知道齁 那個一排是四十條 然後他是十個顏色 跳四次 對不對 那所以我今天如果要做感受器的教學 各位我會這樣 我會買一堆杜邦線 然後我今天如果感受器 大部分都是三品的 我就全部三條三條拆 但是拆的時候呢 同樣顏色的都擺同一堆 比如說我今天拆到的三條都是 綠色 紅色 黑色 我就把這三條全部都收成一堆 那我今天上同一個課的時候 用同一個感受器 或同一個類型的感受器 全部用這個同顏色的線 做顏色管理嘛 那你就教小朋友說 在電子業界的習慣 黑色都是接力 所以黑色通通要接到G 那個G就是GND 就是減號就是負電 這些都跟他大 通則要跟他講清楚 所以你只要看到那個GND 我就拿黑色的線去接 那我如果看到紅色的線就是5V 就是5伏特的線 所以你看到那個V 或看到那個5V 或看到那個加號 或者看到VCC 或看到VIN 這個都是正電的意思 你就拿紅色的去接 減少他的錯誤 讓他習慣成自然 自然那個錯誤率就會降很低 所以都是有一些方法 可以改進你的教學 讓東西變簡單的方式 甚至你就可能多花一點點錢 你去買那個人家做好的 防呆插座的那一種感測器 它是像電話線的那種插座 插反了也插不進去 你只能正著插 上去不會插錯了對不對 所以你在材料的選擇上 有時候也可以幫助你去 讓你的課程進行更順利 所以你就是要考慮你的學員 如果你今天的學員 是完全第一次接觸的 然後也不懂電的 我絕對不會拿那個很亂的感測器去上課 我一定會拿那個房呆的感測器去上課 那各位了解 所以也是要挑 所以沒有說什麼東西是最合適的 好 再來 我們在做課程設計的時候 好 那個基礎能力培養部分 其實我們課程在設計 剛剛有講 那個我們針對初學者 其實我把課程分成四個階段 第一個是工具概念能力的教學 就比如說以我來講 那個鋼如果是長期的課程 我一定會先教基本的東西 比如說數位輸入 那我就可能會挑一個按鈕的感測器 因為它是有兩種狀態 叫數位輸入 不是按就是off 不是有按就是沒按 那這種東西叫做數位的輸入 那我就教這個數位的輸入之後 這就是一種輸入 數位輸入的概念 這個叫做工具或者概念的課程 這個簡單的基本的東西 它會了之後 我就會請它去延伸 這個按鈕能幹嘛 你給你一個按鈕 剛剛講給你一個按鈕 你能做出什麼 這個叫做工具概念的應用課程 就是那個小工具 單單的學習的 剛剛學習的那個單一的概念 你要怎麼去應用它 這是第二階段的 所以當你在做教學的時候 如果你是像我一樣 你從頭開始教 你要教很長時間的課程 我們就會這樣安排 先教一個單一概念 然後再來我就會出題目 出十個題目 請你做十個利用按鈕的狀態出來 那它就會對這個單一概念 非常非常的熟悉 各位你們上數學課的時候 如果你那個老師是很厲害的 他也會講一個單一概念 講好之後 十種不同的練習題 都是針對那個單一概念做學習 讓你對那個概念非常的紮實 穩固的學好 對不對 所以經過這兩種部分之後 然後你把大部分的概念都教完之後 其實他就對整體 整體的基礎的學習 就已經有一個程度了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開始可以做主題的教學 那或者是那種短期的演習 你今天只有被拍到 他只有三個小時 或者一天的演習 這時候你就要改成這一種 主題教學 主題教學喔 所以就是設定好一個主題 比如說 好比如說親子天下 找你去弄一個專案 那時間只給你兩個小時 各位兩個小時 我怎麼可能從基礎 各位來教數位輸入喔 學好之後來數位 對比輸入喔 然後呢什麼 數位輸出喔 然後對比輸出喔 我怎麼可能全部都教完對不對 不可憐嘛 那所以我一定要弄一個專題 那這個專題呢 除了可以學到基本知識一些些之外 又可以出來是一個 有模有樣的成果 對不對 那這時候你就要安排 類似這樣的東西 那做出來是一個 這是一個雷切的外觀的木板 然後後面就貼那個燈條 然後加Arduino去做控制 所以那這樣的東西你就 因為你要看時間 如果你今天時間很少 你就要把木板先割好 按燈條先買好 然後呢所有的工具 統統準備好 Arduino準備好 然後最好那個電腦的程式 都預先裝好 這樣子兩個小時 才有可能把它做完嘛 因為他們只要做什麼 只要把程式寫進Arduino裡面 然後把它黏在後面 燈條再鬧著外觀黏上去 這樣子就可以做完了對不對 頂多程式控制改一下 這樣兩個小時是做得完的 但今天如果你是一天的課程 怎麼安排 當然是3D要自己畫啊 你去Google一下寶可夢看你喜歡哪一個寶貝 去Google一下圖片過來 然後Instagram外觀描一下 把那個邊框描出來 然後自己去送雷切 切出來一塊木板對不對 然後再去安裝燈條 就是把它整個過程 所以一個專案可大可小的 完全要看你的課程的設計 看需求 那至於那裡面要用Microbit也可以做啊 用Arduino也可以做啊 你要用Restorberry Pie也可以做啊 但是你要考慮成本的問題 你今天七十天價值給我三百塊的材料費 我會跟你拿Restorberry Pie來用嗎 那個一片就要將近兩千塊耶 對不對 所以這些都是要考量的東西 所以我們一直在講說 解決你的問題最重要 至於你要挑什麼硬體 挑什麼軟體 你就要看你的需求去做選擇 那你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 這個燈我有可能旁邊再打一台電腦嗎 也是不可能啊 所以那我能考慮用Squatch寫嗎 不行 為什麼 Squatch做練習可以啊 但是它不能脫離電腦 不能脫離電腦的話 如果你這個用Squatch寫 那你不就一台電腦要放在後面一直開機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改用M Block M Block 長相像Squatch 可是它有特異功能 它可以把Squatch的積木直接翻成C 直接燒進去 它就離線了 只要送電它就會亮 你不用開電腦 可是問題來了 老師 M Block那麼好用 你為什麼現在一直在交Squatch M Block我們什麼時候用 只有簡單的專案 簡單要離線的專案我們才會用 因為M Block呢 第一個它是對岸寫的 基於政治的理由 第二個M Block非常的不穩定 它在模擬的狀況 模擬的時候一直會出問題 所以當你在寫類似Squatch的層次 M Block是一模一樣的介面 它也是又是Squatch的介面 你去模擬的時候 光是那個燈要這樣 要一排燈要開要關 它就會有一幾個燈怪怪的 不是一個層次 它的那個積木層次的問題 然後不能改善嗎 可以啊這種東西那麼簡單 他們M Block至少那家公司 有30個工程師喔 30個喔 可是為什麼不改 政策問題嗎 因為它是用Squatch 是Open Source的東西來改的 那理論上他們要支援開放 他們就要開放 也支援開放命令 可是如果你買它的M Block的機器 你買它公司的機器 來做那些剛剛講的那些控制 完全正常非常完美 但是如果你自己喜歡Arduino 欸它層次裡面有支援Arduino啊 所以我們可以收入 但是就是不正常 然後你看它反應 欸它就是不改 為什麼不改 意思就是這樣去買它的產品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有很多種狀況會去影響我們做選擇 那所以這個也是跟各位再提一下喔 好 那所以其實我們在國中小喔 像這種軟體應用這麼簡單 我們會盡量想去培養它的想像力 剛剛講的 這感受器到底可以怎麼用 然後你要最好去看很多的那個展覽 我們之前有一個老師 有一個小朋友 他用麥克風感測器 各位麥克風感測器是接收聲音的對不對 沒錯喔 可是你知道它用在哪裡嗎 我講兩個例子 第一個 他做了兩台那個車子 然後車子的前進速度呢 是根據吹氣的大小 吹氣喔 可是有沒有吹氣感測器 好像不好找對不對 應該是有啦 但是不好找 或者造價很高 那怎麼辦 用麥克風感測器 40塊就解決了對不對 因為麥克風感測器 除了跟你真正的聲音 你吹的很大力 他的反應也是很大啊 所以這樣子不就可以用了嗎 幹嘛一定要去找到那個吹氣 氣氣 氣流壓力什麼 一定要那種嗎 沒有一定要喔 所以他的 就吹的大力 那個車子就跑得快 抵達目的就很快 第二個例子 有一個國中生參加比賽 他把那個童話故事 三隻小豬哥很熟悉對不對 三隻小豬 因為他們是美術班的 他們真的蓋了三個屋子喔 茅草屋 然後那個磚塊屋 跟那個木頭的屋子 真的蓋了一個屋子這麼大 真的用那個小石頭去貼 用茅草去做成那個屋子 然後他們把那個屋頂 加了一個舵機 舵機可以指定角度旋轉 把屋頂鑲在那個舵機上面 然後呢他在大門前面 因為大人要吹氣啊 吹得越大 因為房子越可能掀開 所以他就加了麥克風感測器 在大門上面 各位 以前我們看三隻小豬 你無錢或者是你就看書嘛對不對 有錢的人看多媒體嘛 看影片嘛 可是現在進步到 你家阿俊諾可以互動 所以當那個電腦裡面的多媒體 Squitch可以寫多媒體故事對不對 所以當電腦裡面的多媒體 講到這一段的時候 當那個大野狼走到茅草屋前面 用力的吹氣 這時候故事停下來了 幹嘛 就叫你吹氣啊 所以你就走到那個茅草屋前面 你要很認真的用力的吹氣喔 茅草屋嘛 所以不用吹太大力 輕輕的一吹 那個麥克風 數值達到飲料的標準之後 舵機就整個掀起來 哇 非常的有feel 然後比賽當天 因為他們試用了太多次 那個螺絲鬆掉 螺絲鬆掉喔 好時不時 剛好是評審來評審的時候 他們在davo的時候 小朋友用力一吹 剛好舵機把那個茅草屋掀起來 到這裡的時候螺絲剛好掉了 整個茅草屋飛出去 那個三隻小豬 當年全獻第二名 就是因為那個螺絲剛好鬆在那時候 那個效果整個屋裡就真的飛出去了 效果多好 各位他第一名是什麼 第一名是有美術班的 也是美術班的小朋友 他們做了實體的 實體的那個書 用六片木板 然後呢在木板上面 它只有加光明電阻跟一個分壓電阻 然後六片 所以六面最佳的六個 接到Arduino之後 這麥克風比的一樣可以做 所以他六面在翻開的時候 他都會有那個光線感測器的素質進去 那所以你翻到哪一面 不是哪一面最亮嗎 因為直接受光對不對 這樣各位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翻到哪一面 電腦就知道你翻到哪一面啊 那所以當你翻到那一面的時候 同時電腦的多媒體會呈現 藝術家的介紹跟他的畫的風格的介紹 那個藝術家的畫像跟那個畫作 全部都是美術班小朋友 一手一筆自己畫的 所以他除了有那個很大的電子書 很大的那個實體的那個 裝置藝術的書之外 實體的書之外 他電腦還沒有做多媒體導覽 這個就是當年權限的第一名 各位你如果已經可以這樣子做 那個Michael Peter做得到 那各位包工程有什麼困難 現在不是很多那個什麼教育中心 什麼泰魯閣國家公園 那個你下去地下室 他不是用那種大本的電子書嗎 你可以翻啊對不對 翻的時候就有那個語音在介紹 在導覽有沒有 或者你走到某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有一個什麼東西 那你去靠近他的時候 就會開始出現導覽 各位這個都 對Arduino 對Michael Peter 對這些感測器而已 這個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簡單的東西 但是呢 你如果去包工程 那個AV都要幾十萬幾百萬 懂嗎 所以要賺錢其實也不難對不對 真的不難 那我是滿鼓勵各位去打工 就算你直接把那個Michael Peter 裝在身上 或者Arduino裝在身上 你身上直接裝個那個紅外線感測器 紅外線感測器 除了可以偵測紅外線 可以偵測黑色白色之外 可以偵測距離喔 所以假設我今天 在肚子上面裝了七顆紅外線 然後我就設定我的Arduino 當我遮住這一顆的時候 它就發抖的音 遮這一個我就發抖的音 那你就是一個人體 鋼琴對不對 然後Squitch本身 如果你還用Squitch Squitch裡面有128種樂器 你還可以加一個按鈕 我拍一下頭就翻一個樂器 各位按人家淡水淵碼頭 你有看到那個表演人員有沒有 全身塗滿清漆有沒有 在那邊站 站四個小時 很辛苦對不對 你要弄那麼辛苦嘛 你就在那邊站一下彈個歌 空氣鋼琴或者空氣那個什麼 彈質疑啊 可是是沒有質疑啊 彈上次風啊 或者摸這裡摸那裡摸那裡 就彈一首歌出來 那不是很迷人嗎 這時候就要帶大紙箱去裝錢 就不是用小帽子 所以其實你可以發揮很多很多的想像力 想像力那最簡單的 你那個想像力都沒有的 那就裝一個警報器 我們常常去比賽會看到很多 很多人都在做同樣的東西 比如說智慧交花 智慧家庭 我跟你講齁 我如果去評審這種分數我都打到最低 因為他都沒有心意沒有創意 好 所以你會這個很重要 然後通常你上了國中之後 如果你國小沒有好好教 上了國中之後就被摧殘就沒有了 就會像剛剛一樣 我問一個問題 可能就沒有幾個講得出來 想得出來 所以不要有限制 好 那再來就是這個機關怎麼樣可以做得出來 你就要去想 然後這個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能力就是 你要去觀察 所以當我們需要這個能力的時候 我就會告訴小朋友 小朋友 我就比如說會階段性的給一些題目 好來各位同學 今天 的任務 就是大家 在這個禮拜 通通給我看紅色的東西 好 那看紅色的東西要看什麼 看這個紅色的東西的作用是什麼 看這個紅色的東西的構造 看這個紅色的東西的裝置 他是怎麼動的 看這個紅色的東西的什麼材料啊什麼 就觀察任何他的多元的角度 但是鎖定某一個東西去觀察 那你這樣觀察下來 然後可能請他發表 他就喔我知道 我昨天看到冰狼灘那個燈都是紅色的 原來紅色有那個很遠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那個車子駕駛很遠就看不到 對不對 所以紅色有幾次作用 或者是有那個距離比較遠可以看得到的功能 好 你看到救護車都是紅色的 為什麼 很緊急 還有呢 看到某些可能那個東西 馬達或者什麼開關上面是紅色的 欸那個是緊急按的 重要的時候才能按 好 然後也順便看到他的結構 他是怎麼樣的一個結構怎麼做的 這是培養觀察力的方法 然後你就可以 你這些東西你常去看的話 你就很容易去想到這個 那你要想到這個機關如何做得出來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常常逛淘寶 你今天要學Microbit要擴充 你今天要學Arduino要擴充 那你要擴充什麼 各位 直接淘寶搜尋一下 來請各位把你的瀏覽器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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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進到拋房 露天也可以啦 但露天東西比較少 因為我們的所有的感測信號線 幾乎99%都是對岸來的 所以你直接找對岸比較快 好 那所以你要找感測器對不對 你在這個淘寶搜尋列上面 直接找感測器 那他們的用語叫做傳感器 所以用傳感器也可以 還用感測器也可以 好 比如說 我如果什麼都不知道 我只是想了解Arduino的感測器 或者Microbit的感測器 那現在因為Microbit的感測器還很少 所以你直接找Arduino感測器 好 兩個關鍵是 Arduino 再加一個感測器 好 然後你就會看到數百頁的感測器 那你就稍微一個一個去看一下 你就會發現說 噢 這個原來可以測土壤的濕度 這個是測那個紅外線接收的 啊 跳過沒關係 或者是點進去再深度的看 這個是測聲音的 然後這是測那個有沒有按壓的壓力多大 然後 那後面還有很多很多頁 那你就可以再點進去 好 那如果這個感測器 這個關鍵字找不到了 你就再換一個關鍵字 好 我打算感測器 好 我打算感測器 好 傳送的傳 感覺的感測 傳感器 好 那你就會看到更多各式各樣的感測器 什麼氣體的也有 酒精的也有 煙霧的也有 然後那個光線的 聲音的 什麼大氣壓力 什麼落成 那個叫什麼 PM2.5 紫外線 按鈕 按壓的 各式各樣的感測器 都看得到 那其實這些業界都在用 所以你在學的東西其實 跟外面是接軌的 是完全接軌的 那你只要知道有哪些感測器 你看過你大概知道說有哪些感測器 你未來在做專案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知道說你這個專案 到底做得出來做不出來 因為你大概知道有哪些感測器 那真的不知道 你就再去找 再去Google這樣 所以你看到上千上百的感測器 各式各種都有 那感測器也有分 就是便宜的 當然就測的可能距離就比較短 或者是靈敏度就沒那麼高 之類的 所以就要看你的專案的需求 要決定要買到多好的感測器 那感測的形式也有各種各式不同的 好 像那種簡單的紅外線各位 我們再提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今天如果是學校 我要做一個 我買一個紅外線 各位 你可不可以把它弄在門上面 弄在門上面或旁邊 對不對 那個Seven有去過嗎 歡迎光明 謝謝光明就會做了 還有呢 想像一下 窗戶被打開或關起來 防盜器 對不對 還有嗎 安全門鎖 有人進來 然後離開之後就自動班長 OK 好 還有嗎 廁所 沖水裝置 對不對 男生都知道 小便懂 離開自動沖水 對不對 大便室也可以坐 為什麼沒人坐 沒有人放進去啊 各位 為什麼我們去上廁所 那公共廁所 大便室明明可以自己沖水 因為小便懂就有啊 大便室為什麼沒人坐 因為就是沒有人去坐啊 各位你趕快去做一個 去申請專利或 或 有啊 有啊 離開就自動沖水 大便室 有啊 我還沒看過耶 有啊 有免治馬桶 那免治馬桶一萬多塊啊先生 對啊 明明那個東西一個才多少錢 80塊 紅外線感測器一個40塊 就有 即使是這個 可以測兩公尺的 對我說的是台幣沒錯 這個一個也才 台灣買回來大概兩百塊而已 是的很便宜 便宜到無法想像 各位 啊有人 你可以裝在門這邊 有沒有我們國小 比較機車 國小老師比較機車 那個小朋友喔 進出 就我們會催眠他 學英文的 我就錄很多句子 錄個兩百句 然後只要小朋友進出門 就感測到 就隨機 就唸一句 我這樣每天轟炸他 好歹一個月也會學個幾句吧 對不對 那還有啊 差不多十年前 新聞有寫 國軍發明了一項裝置 那一項裝置可以自動測試 那個運動的數量 自動計算數量 所以他只要躺在那個鐵的那個 裝置裡面 然後做福利提升 他就可以計算他做了幾次 各位 那一台裝置多少錢 國軍花二十萬 各位我們阿丁羅一個紅外線就搞定了 加一片阿丁羅 阿丁羅台灣賣一百二十六 加一個紅外線四十塊 一百六十塊搞定二十萬 那程式怎麼寫 紅外線 通過他的時候 也可以 如果你是這樣寫的 你要裝在側邊 把他頭 如果是做那個福利提升法 頭經過 這樣算一次 如果你放在前面 就接近到離開算一次 接近到離開算一次 對 所以各 你程式 你東西怎麼擺 那個寫法不一樣 程式解法是不一樣 你看都是一格可以做的 一百六十幾拳 他幹嘛放二十萬 對 我跟妳講宜蘭在三年前比賽 有一個小朋友 有一組寫 寫那個保健室專案 然後他弄那個 那個掉衣服那個架子 然後在兩公尺的地方 他掉一個紅外線 紅外線往下照 所以你只要站上去 他就照到你這個距離多少 他就用兩公尺把它扣掉 就是你的身高 有人做 對 所以你看這些創意想法多好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沒有 他有一個人做那個 跳躍的 就是跳高能力的檢測 他在搶力貼很多條 很多條那個觸摸 觸摸感測的 然後那個小朋友就跳 看我能摸到多高 他的跳躍力就是那個大小 你看這些都是很好的idea 還有一個小朋友 用那個磁力感測器 在腳踏車的輪胎上面貼一個磁鐵 然後磁力感測器就裝在輪胎的那個旁邊 固定不會轉的地方 那只要那個磁力 那個磁鐵經過那個磁力感測器 就會收到訊號 這樣就可以算一個轉幾圈了 然後他就 腳踏車是固定的 固定在室內的 然後他就櫃曲這邊就做多媒體導覽 宜蘭市喔 他有導覽有那個路線圖 然後他就一邊騎一邊騎 然後那個 你就看到那個地圖上面他人就會前進 然後前進到某一個導覽的點的時候 就會出現多媒體解說 然後他那路線有分擦的地方還可以轉彎 因為他手把上面還有放那個傾斜感測 還有其他感測器 所以你往右邊轉 他就會看到路線你就往右邊跑 各位這有很難嗎 沒有欸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那成本要多少 Michael, Beat, Arduino都很簡單 其實趕快就搞定 重點是你的創意怎麼做 你的創意怎麼做得出來 所以這些東西各位要知道 如果不知道就炫掉了 好 各位桌上有紙對不對 來 我們來操作一下 我順便先講一下這個新制圖 各位會用新制圖的 我不是指那個顏色畫得很漂亮 一定要分顏色線一定要接在一起 我是比較廣義的樹狀圖 你有用過樹狀圖 你會用樹狀圖 你有經常在用樹狀圖的請舉手 好 情況下 這四位同學一定是非常優秀的學習者 學什麼都快 我可以保證 那各位這個東西 不管是在學習的用途上 或者在你要跟人家討論 或者你要做企劃 你要做報告 或者你要讀書要複習都非常的好用 我有一多 我用這個用了很多年 我的東西至少好幾百 好幾百篇 那這個各位一定要學著用 這個因為太大了我們就不講 好 我們來操作這個 如果你要鼓勵小朋友發 就是做創意的案子 來 第一個半陀螺 來 各位桌上有紙張 來 請你把它折成九宮格 會折嗎 我們現在講的是課堂操作 課堂操作 長的 長的方向折兩次 短的方向折兩次 折出來變成一個九宮格 來 一組一個人折就可以了 我們就分組做 時間只有剩十分鐘 所以我跟各位點到為止 來 折成這樣的案子 來 今天請你想一個 好 我出題目 那題目要寫在哪裡 寫在中間那一個 好 你就出一個題目 好 各位我們今天要做一個 就協助老人的裝置 來 各位請你把中間寫 協助老人的裝置 寫在中間 寫在中間 然後 請你那個小組 分組討論 不用分組討論 想到協助老人的裝置 旁邊有八格對不對 所以就是限制 至少產生八種不同的裝置 來 請你一開始寫 我只給你一分鐘 想到什麼寫什麼 來 用五六個人討論一下 你評估一下 你討論評估一下 剛剛那八個東西 你有辦法 有機會你可以做出來的 把那一項寫出來 你最想做的那一個 把它寫在第二章的中間 當作第二章的題目 手機抓好嗎 寫好了嗎 好 讓第二章的主題訂好了 好 來 第二章 怎麼寫 我告訴各位 第二章就是實際的發展 那一個作品的階段 所以請你針對你選定的那個主題 把這個東西所需要的包括 零件、外觀、顏色、怎麼使用 怎麼賣給誰 這些你能想到的任何東西寫八個不同的寫動論 怎麼操作、有什麼功能 就寫八個不同的面向 好所以這個是鼓勵創意一個很簡單又很快的方法 所以你不要跟我說你沒創意 創意是要學的嗎 不用 創意不用特別去學 透過老師適當的操作就可以了 好再來請你再拿一張紙 折四乘四 四乘四的折四 好 折完四乘四之後 請你在上面那一排 第一格不要寫齁 上面那排右邊還有三格 第一排請你寫下 你看Michael Peter不是有好幾種感測器嗎 請你隨便選三個寫上去 四乘四 四乘四 左邊那個你不要寫齁 第一格不要 還右邊不是有三格嗎 不行 最上面那一排 要16格 對16格 然後最左邊那一排不用寫 右邊的三格你選 你的Michael Peter三個感測器隨便選 有光線阿有那個加速度阿有那個Poloid阿有按鈕阿 好前面寫三個上去 前面選三個喔 我沒有強迫你一定要用什麼 好再來 再來喔 直的最左邊那一排 一樣第一格不要寫 直的最左邊那一排喔 還有三格對不對 對 請你寫三個平常日常你會用到的東西 東西 東西 杯子阿 隨便你寫 三個日常平常會用到的任何東西 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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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 好了 都好來嗎 我現在要講怎麼操作這個了喔 這個叫做雙向細目表 這個很好用的表格 那其實你不管摺4乘4啊4乘5啊8乘9啊 隨便你摺 隨便你摺 那我現在要做什麼 各位都直的橫的會對啦 比如說你寫的左邊的我是杯子 然後右邊對下來如果是那個 呃 可洛椅 那請你那一格寫什麼 杯子加可洛椅會產生什麼東西 可以設計出什麼東西 強迫你產生那個東西 這樣了解嗎 對 對 對 來 請你 你可以設計出什麼東西 就那個東西 對上這個感測器 這兩個加起來 可以設計出什麼 與眾不同的東西 來 把它強迫 加起來 不錯 我們隨便 來各位 我們會發現很多很 酷熟的創意 那有些是真的做得出來的 那有些可能現在做不出來 但是未來還是做得出來 這完全決定就是說 那個材料 你說材料這個已經有了 也可以做得出來 那有時候感測器 有也可以做得出來 那有時候是因為 剛剛這一組 他說光線加那個眼鏡 它會做出一個 可以自動感應那個光線的強弱 然後太陽已經會變色了 這也是一個創意 不過現在已經有那個材料 它連感測器都不用加 對不對 變色晶片 變色晶片 已經有那個材料 那個感測器都不用加 所以 這個就是說 雖然我們有這個創意 但是有些東西 它是可能不符合成本 你不會去市場 不會有需求 或者已經有那個東西 除非你可以把它改得更好 那不管怎麼說 這是一個產生創意 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方法 那所以 不用說 一定說 一定要去研究所 修什麼創意課程 我跟你講 每個人都有創意 在適當的安排 適當的壓力之下 每個人都可以產生創意 那所以之後 你們就可以把這些 培育耳藍 讓學生用Microbit 讓學生用Ardeno去把它做出來 那這個絕對 都是什麼發明展 什麼 那種比賽很好的題目 因為別人都不會這樣想 誰知道我馬桶 這樣光線很幹 沒人這樣想過 對不對 那你也知道 屁股坐下去 不是遮光嗎 屁股起來 光線就有 就可以沖馬桶水 對啊 所以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想像 好 那所以 來 各位一起坐 用了實驗 好 來 各位 所以 不管是Ardeno還是Microbit 其實這些硬體到現在這種階段 它都已經發展得非常非常簡單 它的層次也是發展得非常簡單 但是 唯一不能取代 那個技術再好 唯一不能取代的就是各位的想像力 這些東西 那你要怎麼樣引導學生 去發展這些課程 怎麼樣引導學生把它做出來 其實這個才是 當身為老師最重要的部分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到這邊 好 Michael Peter真的很簡單 你摸一下摸一下貴人 我其實不用在上面太多久了 那明天 那個俊傑老師非常厲害 因為他是實作的 目前全國公認實作的 最上面的那個人 尤其是在面部的部分 那所以 各位明天盡量跟他多挖寶 有任何的理由 雜誌馬上提出來 那我是比較粗淺的 但是 但是我是這個 剛剛講的創意那個方面 是 應該也算全國 最上面的 好 那今天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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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